从战争爆发到撤脚花了足足半个月的时间 为什么 其实战争发生的前四天 有大量的时间是可以撤出去的 为什么 那么我们就想在这个地方找留学生 找当地的华人了解 这里头突然就发现一个问题 就所有的人见到我们的时候都说 我很想把这信息给你讲 但是我害怕 我在国内还有家人 我将来留完学之后还想回活 那怎么办呢 他说王军我也看过你的节目 我挺喜欢看你的节目 但是你想想你的遭遇 是不是 那万一如果要是我们介绍你采访之后 也变成你这样 我们怎么办呢 所以呢我们在苏美洲啊 只找到了一个学生采访 他呢给我们讲了当时苏美洲被攻击的场景 然后呢他们他当时在苏美洲被撤走的情况 但另外一个人呢 我们采访的时候呢 他就说 他说我可以把这个信息告诉你 但是呢 我真的不敢面对警察说 应该说这个问题啊 当时我们在乌克兰采访期间 面临的普遍问题 本来我们以为啊 我们在这个地方找华人的 了解这个乌克兰战争期间发生的问题啊 应该蛮容易 但来着采访线吧 困难无比 采访乌克兰人 如果是官方的我们需要走个程序 但批准的就能采访 如果我们采访普通的乌克兰人 没有任何障碍 你随便采 大家都会很很自然的接受你采访 但是采访中国人的时候啊 其实跟国内差不多 有大量的说服工作 你必须得说服对方接受你的采访 很多人都说 哎呀王军来了 我们很欢迎 哎我是你粉丝 我看到你的节目 我说能采访吗 他说哎呀这个我得考虑一下 然后这个再不就是说 哎呀这个我觉得 这个不能出境 再不就是说 我可以把信息告诉你 我不能接受采访 天天面对都是这样的信息 都是在说服我们自己的同胞 接受我们的采访 这就是我们的面对的情况 这就是我们的祖国呀 不管你走到哪里 你背后都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这个强大的祖国 不会在你面临战争的时候 第一时间把你运走 但是可以在你说他不好的情况下 或者是你没有赞扬他的情况下 他随时威胁你 他随时威胁你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祖国 后来这位苏美的选手 我说你可以把他告诉我 你把这信息告诉我 我来在拍案里的表述 表述 我把你的信息表述出来 他于是给我讲了 当时苏美中第一时间攻击的时候 所有的留学生都非常害怕 可以想象对不对 谁不怕打仗 他们第一时间都给中国大使馆打电话 要求中国大使馆撤侨 但是中国大使馆就是不管 告诉他们原地待命 这些学生不停的给中国大使馆打电话 他们就是在推卫 前几天他们说 这个撤条最宝贵的时间 前四天就是没有人管他们 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在原地待命 态度非常暧昧 他们都跟我们讲这样一个猜测 当然我也没有办法证实 他们说大使馆在前几天 就是不希望他们撤 我说为什么 他们说或许他们认为 可能这个战争很快就结束了 俄罗斯人就打过来了 不需要撤 所以最佳的撤侨时间就是错过了 很快苏梅市市区里的 俄罗斯军队被赶走之后 整个苏梅市被包围起来了 这个包围一直持续了四十多天的时间 当然他们在第一时间 没有让这些留学生和华人撤离 这个城市 也甚至不打算让这个留学生和华人撤离 这一点在我们采访的过程中间 几乎所有人给我们表述的都是这个意思 这就是当时我们在苏梅采访的 关于华人的内容 他们不能接受我的采访 但是把这个信息告诉了我 我通过派案告诉了给大家 其实不仅仅是苏梅啊 其他城市 我们采访的留学生 关于撤侨的华人 基本陈述的信息也都一致 全是这样的内容 前几天中国大使馆根本不想让他们撤 真正要撤侨的时候都是四五天之后了 这个到时候我们还有其他的刘医生的采访 还有其他的华人的采访 到时候大家可以看 感谢观看